美国密歇根州参议院监督委员会周二召开听证会 听取有关底特律TCF计票中心选举当天情况的证词 底特律是这次大选风波的焦点之一 大量证人执政在这里目睹了大量的投票违规行为 在听证会上第一个作证的是密歇根州前州参议员 同时也担任这次TCF中心监票员的帕特里克·科尔贝克 他称他在现场观察到多米尼系统传输的选票数字带有小数点 这是他在以往选举中从没有见到过的 当天几十名证人在听证会上作证 每个人发言的时间被限制在三分钟 ballots were being duplicated en masse by three Democrat poll workers at a time where was the oversight in that I also witnessed a August 4th primary ballot come in to which they decided they would go ahead and duplicate it to a general election ballot 在听证会当天 川普总统发推文称 我们大比分赢得了密歇根 并同时转发英文大纪元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提到 在律师悉尼鲍威尔针对密歇根州的诉讼中 选举安全专家拉斯·拉姆斯兰指控 大选页拜登在密歇根州的选票 在两个半小时内出现了近40万的跳声 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他断言 多米尼系统要为密歇根州的29万张非法选票负责 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拜登 在该州领先川普的票数 目前美国已经有三个州的立法机构 举行了与选举有关的听证会 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 亚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金时统合报道